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一脸苦相还显老,袁冰炎的颜值逆袭是Coz赵丽颖吗?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看过一个雷具白衣笑花与大长腿 PPT的画风当年可谓是天雷滚滚 而这部剧的女主角,经典台词是 抱歉,我想孤单一点 她就是袁冰炎 后来袁冰炎又出演了老九门 和张艺兴影CP,感人倒是挺感人 就是袁冰炎在剧里的扮相实在不怎么样 老气家土气,发型还显得人很臃肿 和剧中另一位女主角赵丽颖同况时候简直不能看 后来她可能经过了减肥 慢慢的有了清灵感流离之后 终于大火不过流离的装造真的不错 给她寡淡的五官平添了不少色彩 袁冰炎其实算是个长脸 尤其是中平偏长,眼下比较平坦 容易有泪勾眼带的问题 这也是她显得憔悴显老的原因之一 她的脸型虽然是鹅蛋脸 但是面颊太瘦就容易凹陷 不够饱满,容易有苦相 有段时间她的装造跟赵丽颖的很像 但是她的五官是不如赵丽颖精致饱满的 尤其是甜美属性的卧蚕 脸颊都不如赵丽颖饱满 况且袁冰炎的比基底比较凹陷 所以一些角度有法令纹 增加了苦相感 袁冰炎的眉眼比较平坦 苦相不是很突出 所以空气刘海比大光明更适合她 增加了少女感 她虽然面中长 但是面部软组之少 可以走清冷感路线 冷美人反倒让她的形象更生动 更有代入感 在琉璃中 我很喜欢袁冰炎天界战神的形象 那个装造非常适合她冷美人的风格 清冷的面部在无表情的时候反倒更有气势 比林家可爱更适合她 除了五官外 她的妆容近年来也好看了很多 美女终于换造型师了 早期妆容给她定义是韩戏可爱风格 粗平直眉毛加浓黑眼线 显得没气质还展露了眉骨平坦的问题 近年来她的妆容已经开始以雅光色为主 重在勾勒轮廓 眉毛细了一些而且有弧度修饰了脸型 整个人看起来高级了很多